什麼中華廚藝博達精神 根本就是浪德虛名 吹牛… 白駕… 誰是浪德虛名?給我才知道 閣客是… 米小如, 辭命中外的廚藝高手 隔鄰尋尾區的老闆 我高天堡的師父有他在這裡 你死定了, 死入蟲 什麼時候收起總補帶監? 日本人在這裡 沒有自己人打自己人打, 師父 你自稱刀工天下第一 當然了, 以為我從來沒有輸過 那看少爺是中華廚藝的 不是井底之蛙, 就是目中無人 我問你, 何謂刀工六訣? 哪…你? 快, 蠢, 蠢, 准, 踢 踢 糟糕 刀工四對是什麼? 哪…哪… 一路…一路…一路… 蠢, 踢, 踢 我…把他… 來, 去吧 原來你沒事吧? 手起刀朗, 眼明手迷 不斷在你的蘿蔔頭上撇子… 你的蘿蔔絲也沒有斷一條 是呀, 皮膚還滑了 是呀… 不好意思 中華翠哥已經是新霸場 終於得第二道是禍府長 公道大天還有監獄的救援 我生在這個片面小團之中 是呀, 居服居服 國下年紀興宴, 天壯其在 刀工的確就是我的至上 在下, 身後何福 你, 千萬真真刀工天下第一 你說什麼? 非呀…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我米小魚絕對不敢望清天下第一 什麼意思? 色英雄, 中英雄 我汶松五郎今天基不如一 我不配擁有這條巾巾帶 我現在雙手奉上 有一天我會再會中英上來偷舊的 好…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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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抓你的頭… 我認輸嗎?你天下第一嗎? 師父 閉嘴, 你不是我的徒弟 師父, 你不收我為徒的話 我長跪不起 隨便你, 跪把去吧 那不好了 米公子, 天寶少爺真的很有誠意 你怎麼肯收他為徒? 我勸你算了吧 我根本沒想過收任何弟子 知道你是我百年難得一見的廚藝高手 你這麼離去的刀工 不知是哪一個門派師承哪一位師父 我沒有師父 無私自通這麼厲害? 那就對了, 你真的要收我為徒 師父, 你既然沒有師父的話 你不收我為徒, 你不做我師父 那些刀工會失傳, 是不是?師父 不用再求, 也不要再妨礙我做事 你自己… 坐著吧 天寶少爺, 既然他不答應你 我們走吧 你記不記得, 明天還要進黃江城行魚包 我不會這麼容易放棄 總有一天我會再回來 因為我相信… 翻山…行魚也會翻山…行魚… 厲害了, 我也會 我真的很有天分, 讓我試試 真的? 真是 少爺, 你的刀呢? 在哪兒? 在這裡 給你玩 沒事吧 沒事… 高老闆, 你的腳沒事吧? 你別問了 問了你會內疚不安, 劍自責 那好吧, 那我不問 你真的不問 那我問了, 你的腳沒事吧? 我就告訴你, 我也說了我不能入宮 入宮的話我會出事 我會有無妄之災, 我會死於非命 你知不知道一把刀這樣插進來 傷了, 都這樣流流流流流流 好像一條河一樣 真有此事?巧合了吧 怎麼會有巧合? 早不傷, 前不傷, 這時候施傷 我對你的遭遇心表同情 我現在死於非命, 你才同情我 我們宮裡有太醫院 幾位大夫和你療傷 醫治好又怎麼樣? 廁所不是有傷果, 還要死了 阿謙, 你的遺告批准的公公 永遠都不明白 我的黎民百姓的感受了 請好了, 拿去給你主子吧 公公, 辛苦了 不用擔心, 大蛋被咬下去吧 怎麼樣? 這個鹹魚包吃起來又不覺得臭 鹹中大香味, 甘可口, 真的很好吃 這個故事教訓你 除了人不可以茅上, 包也不可以茅上 奇怪了, 這次的味道好像跟上司有點不一樣 兒臣第一次吃鹹魚包, 不知道你有什麼區別 會不會是鹹魚變壞了? 沒有變壞 只是多了一點苦劫之名 我已經吩咐這位廚子跟上次的做法來煎包 何解會有苦味呢? 食物的味道是跟廚子的情私健康 息息相關 這個廚子最近是不是身體不適? 黃雅馬名察秋毫 這位廚子最近的確是身體不適 但據兒臣估計 他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心病 心病? 這位廚子叫高天寶 曾經有方式為他占卜起掛 說他命犯官門 若然入宮就會難逃劫數 所以他對入宮一事 是耿耿於懷, 坦跌不愛 其實二臣早已跟他說過 江湖術士之言 多數穿鑿附會, 不足迷信 朕明白, 一般平民百姓 總是在乎占卜星相, 方氏益測之言 此等心態, 衰熟迷信, 亦無可厚非 只是朕為了一己口福之慾 委屈平民百姓辛苦入宮為朕整包 强人所難, 實不應當 黃媽媽言俗 能夠為黃媽媽效勞 應該是高天寶的福分 算了, 朕已經吃過這個 這個甘香味的鹹魚包 算是得償多年的獎勵 認真, 一日放過高天寶 叫他以後不用再入宮為朕煮包了 二臣明白, 二臣代高天寶 勾謝黃欣 你現在看的是 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 TVB 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訂閱吧